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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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其实这两天呢 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Linus这个埋毒事件 那么当然呢 也使人同时回想到 20多年前这个霹雳州红泥山事件 红泥山事件 应该是我们一个 永不能够忘怀的一个教训经验 其实我们这些年来 大家都在争议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到底这些稀土 是有辐射性呢 或者是没有辐射性呢 到今年为止 不单只是在国会内呢 我们看到朝野政党人士 都在呢 争论不休 甚至在坊间 那么在这个话题上呢 永远都有 不同的说辞 不同的看法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始终认为 此时此地 此时此景呢 我们 必须要认清的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 不管 它的毒性如何 不管 辐射性呢 的危害 到底 能够持续多久 但是呢 这是一个公害 这个公害 其中 有一点呢 我觉得执政当局 是必须得要呢 认真 对待的 那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项目 还没有 敲定之前 人民 要问的就是 到底 有关当局 有没有进行任何一项呢 所谓的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那就是 社会 所谓这个项目所带来的 社会冲击 到底有没有做了 相关的评估 我们所看到的是 从来没有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这个所谓的 社会冲击评估 其实 跟所谓的 毒性呢 没有直接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 受影响的社区人民 当地人民 他本身 会不会感觉到很压抑 他感觉到怎么样 那么 他们当地人 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来 参与这样的 参与这个 这个决策 换句话说呢 我们今天啊 所谓的 这个民主呢 是应该 确保 基层民众 有这样的一个发言权 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权利 而不是呢 执政当局说了算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越来越来越去 坛 现在